現在我要來介紹怎麼用防盜即時警報器 LINE的即時通知 首先我們先拿一個D1 mini的晶片 然後再一個震盪感應模組 再一塊麵包板 跟兩個排針 三條的錄棒線 現在先把這一塊放在這上面 然後變成這樣 再來我們把震盪模組 這塊震盪模組插在這裡 因為麵包板是直的導通橫的不連通 所以我們插這三個在直的這方面 上面不連接 再來我們把這個排針插好 變這樣 然後這三條錄棒線要怎麼接呢 它這裡有一個VCC跟GND VCC就是去接它的電源 D1 mini的電源 然後我們把它去接5福特 另外一條呢是GND 它的GND在VCC的隔壁 在它的旁邊那一根 在它的旁邊那一根 就我們接旁邊那一根 而第三條我們把它插在 插在D0這個位置 D0的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的一二條是這個 這條是VCC插在第一個角位 然後我們的一二條是這個 第二條白色的是GND 第三條是我們的信號線 把它加到這裡 這樣我們大致上就把我們的硬體裝好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程式部分 現在我要來介紹怎麼使用IFTT發送LINE的警報通知 首先我們第一步先打開瀏覽器 然後把我輸入這個網址進去 就會到這個IFTT的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要先註冊這個帳號 所以我們要先LOG IN 這裡如果你有註冊過的話 你可以打你的email跟密碼 如果還沒的話我們就在Create 然後按下三個其中一個 看你是哪一個要用哪一個 我們選Google 因為我之前有註冊過了所以我直接進來 然後我直接在這裡按一個Create 創建 創建狀案 然後我們這裡有一個IFLIST 這裡幫我按add 新增 我們在這裡搜尋關鍵字 web 然後我們按第三個這個 然後按這個 這裡幫他取一個名稱 這裡我們把它取成TFE 然後呢我們按好之後 去號名稱之後呢 按下Create 接下來呢我們在這裡再按一個 add 這裡幫我打LINE 按下去 然後我們再按connect 這裡先登錄LINE帳號 然後這裡會傳一組驗證買給你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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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你想要的发送简讯的名称 这里我们打注意 这个地方呢是他发通知的地方 你打什么他就会传怎么简讯给你 所以这里可以因人而异去写 然后我们下面按个creating 这样我们就好了 然后呢我们先回去这里 这里是按finish 等来创建 然后创建好之后呢 这里把我按打开 就是打开这个转案 如果关起来他就会关起来 就是你就不会去执行这个转案 如果你把它打开 然后按一下这个 然后按这个 这里会有一个连结 这里要打你刚刚帮他取的名字的那个连结 这里我们打 我刚才是打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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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打对哦 要跟那个前面的那个名字一样 然后这里我按text is 就测试他等下会发准讯过来 我按一下 你们看到这里这里就会有我跟他打过来的东西 然后呢这是你的key 这串key会在后面这里 跟这里一模一样 然后把这里完整的复制下来 然后把它缩小 然后开启我们的sunny 然后我们的code要这样写 首先我们要先输入一个 imput 从mashin这里imput pin 这是脚位 然后在imput的时间网络 跟我们的连结 然后这个这里地方是在让你的d1mini去连上wifi 这里呢 这个地方 第六行的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引号引起来的地方 这个是你要运连的wifi名称 这里打你的wifi名称 文字都要一模一样哦 然后最后面这个第二个引号这里 是要输入你的密码 输入完之后呢 再来这里 如果他侦测到密码跟账号都一样 他就会连线 就会输入wifi一连上 像下面这样 最后呢 之后呢我们再宣告第16只脚位 为shock 当我们的shock 值等于1的时候 就是你触碰到那颗震动感应器 他就会输出这些字 像下面这样 当碰下去他才会显示这段 然后呢他感测到他有震动的话 他就会到这个连结上方 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是刚刚你打的文字 就是复制下来那一串文字 我们要完整的把它贴上去 他才会发出那一串简讯给你 到你的lite通知里 最后面我们要先让他睡眠16秒 每触发一次要让他睡60秒 接下来我们先测试看看 第一个就是WiFi连上 就是这里 我们的账号密码都正确 他就会连上去了 再就是我们先去碰我们的感应器 碰一下 他会感应到震动 之后呢他会在这里 发通知给你 马上发通知给你 这样我们这个Lite的 IFTTT的通知 警报通知就完成了